唐崇盛2017年才学到的 尽老尊贤 其实我小时候就会了 现在世代真的不一样 现在小孩有时候讲话 比父母亲还要大声 那当你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 就变成是情绪勒索了吗 那就像我跟我爸说 上节目不要老是发脾气 我只能说爸我就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的三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他还是说我在情绪勒索 那我是会多么难过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 亲子之间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两个字 沟通 黑队的徐欣洋 黑队而变 会不会有什么乃哥的故事呢 我们在这一次准备变题的当中 有跟他参与一次练习赛 然后我发现 徐欣洋好像 几乎没有在讲变题是什么 他只是一直在考虑他爸而已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刚刚那个罗利桃好凶喔 还好我不是要跟他结婚的富二代 家有一佬 如有一宝 我觉得父母的生活经验累积 让我少走了很多冤枉路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为你好 其实他们关心我的一个表现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理解到他们的用心良苦 但是在日后 我觉得他们关爱跟支持 都是可以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让我满怀感谢 那以我自己单来说例子吧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 父母去送我到一个私立国中 接受军事化教育 那个时候要替平头 然后考试非常严格 见到师长还有教官 还要马上立正敬礼 但是唐崇盛2017年才学到的 敬岛尊贤 其实我小时候就会了 现在世代真的不一样 像小孩有时候讲话 比父母亲还要大声 就拿最近来说很有名的 那个Blackpink演唱会 父母亲是到处去抢票 到处去靠关系拿票 只让孩子可以坐在VIP期 那自己却都坐在后面 那我觉得当我们在分析 我是为你好这句词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 如果父母亲的意见 是跟我们一样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出现我是为你好 他带你去买演唱会的票 带你去吃好吃的餐厅 带你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那你绝对不会说 这是我是为你好嘛 那当你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就变成是情绪勒索了吗 我觉得父母亲的动机 如果是善意的话 就算不合乎自己的想法跟意愿 我们还是要先应该 感谢父母对我们费心 因为像是父母每天劝你去戒烟 或是劝你不要酒驾 那这些时候你如果觉得很烦 觉得他们在唠叨你 我觉得与其说是情绪勒索 不如说是你不知好歹 那父母亲是真心的爱小孩 真心的为了小孩好 现在却因为他们的诚实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被指责 我觉得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想请问白队 那当我们被我们的爱人质疑的时候 被我们的爱人误会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变白呢 一个小孩跟父母亲说 不要再抽烟了 小孩大骂小孩说 哇 你这个不孝子 连一点烟钱都舍不得给老子啊 那就像我跟我爸说 上节目不要老是发脾气 那他对我说 哇 上节目发脾气 就对我是一个 不会觉得很丢脸吗 那这个时候我能怎么样变白呢 我只能说爸 我就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的三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他还是说我在情绪勒索 那我是会多么难过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 亲子之间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两个字 沟通 如果说出了情绪勒索这四个字 等于你把那个沟通的大门 给紧紧地关上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收起这个词 才可以让你的亲子关系 达到真正的和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黑队二变的徐欣扬